好,这是我们的五十条一米二的 这种收纳单位的看法机 五十公分从一米二公分的 这个是我们的控制表 这个是仪表 温控时间二回一仪表 首先按一下这个仪表 按一次的话进入五批 温度认定状态 只是按向上镜头来增加温度 向上镜头来减少温度 一般是220度就可以了 然后再按第二次 进入五到F 时间设定状态 按向上镜头来增加时间 向上镜头来减少时间 一般是三下镜就可以了 OK,然后再按第三次 完成设定状态 这是手动的转换开关 放到左边的时候呢 进入手动状态 只是我们要按那个绿色按钮来进入 参加状态 参加状态 可以工作的啊 当我们打到右边的时候呢 设定是自动摊滑状态 首先我们要测那个手动状态 所以我们打到左边键就可以了啊 当我们需要停止摊滑的时候 我们按一下这个键 设定就会停止摊滑 当我们需要同时摊滑的时候呢 我们再按一次 它就会重新摊滑了 要随时旋转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是计数器 烫一次的话就可以就算一次 我们已经烫了7次 那如果我们想要把它清零的时候 我们把它往上推一下 然后按一下 就是清零啊 然后把它往下一按 就进入那个锁定状态 这是电源开关 好,这个是发热板 还有这个下工作板 是纯鱼板的 桑苔棉 还有羊毛毯 还有这个布料 那现在呢 我们就把这个生花银呢 面向这个布料呢 把它布下来 如果过来之后呢 往里面推 首先我们看出来 这个手动状态 然后左边的时候 手动状态 我们要按一下这个绿色按钮 才会烫化的 好 发热板再往下压烫 烫化就开始了 这个计数器开始 从30秒断继续到0秒钟 当到0的时候 我们这个设备 都会完成烫化 发热板就是不动抬起来 烫化就完成了 我们就可以把第二半产品拿走了 好的 发热板已经抬起来了 我们把发热板 把加工的板 提出来 拼开这个 布料 烫得非常漂亮 我们看一下烫化效果 非常漂亮 然后我们再烫一下那个 手一个 转动状态一个烫化 等一下 好 我们进入这个温度的转换 首先把这个手动动转换呢 往右边打 那这个时候呢 就进入全动动状态一个烫化 温度已经是220度 然后时间是30秒钟 已经设定好了 然后再一次完成设定 好的 我们把这个发热板 下工作板推进去 到了最后呢 这个发热板就是自动往下压烫 然后那个烫化就完了 作词